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五谷的市民活动中心 在经公告围楼拆除之后 市府依照建地面积 来规划新建新的活动中心 市议员陈明毅指出 新的活动中心 设计上是由货柜屋堆叠而成 虽然非常有心意 不过一楼的部分使用面积 却只有13平 实在不符合民众使用 因此便邀请相关单位会商讨论 五谷市民活动中心 在经公告围楼拆除之后 市府依照建地面积 规划新建新的活动中心 市议员陈明毅指出 新的活动中心设计上 是由货柜屋堆叠而成 虽然外观很有心意 不过一楼可使用面积 却只有13平 实在不符合活动中心使用 便邀请相关单位会商讨论 这样子用货柜堆叠的方式 看起来是很美观 也很有现代感 可是里面最大的空间 一楼最大空间只有13平 我看了以后 因为地形受到限制 所以今天我们交讨论 上次我找了地主来讨论 地主也同意 我们希望把前面跟后面的土地 做一个完整的交换 交换的等值 等面积交换了以后 我们可以取得一块正方的 活动中心用地 取得正方了以后 一楼的面积 大概就可以达到70平 60平到70平 然后再往上上去堆叠 那就会变得比较好 议员表示他已经与里长及社区 向活动中心旁的地主讨论 将活动中心无法新建的三角地 与一旁地主等值面积的三角地交换 可使得活动中心的鉴定 形成完整的长方形 未来新建一楼便能有60至70平 面积可用 虽然delay会一点时间 我们从上次协调到现在三个礼拜 那我预计下个礼拜再开第三次会 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案子 把它确认 那今天在法规上面研讨 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我想我会去突破法规 那去找副市长沟通 我们希望做出更好的活动中心 由于土地交换需考量法规问题 议员希望各单位协助 找出合乎法规的办法来解套 另外会再找时间共同讨论 议员表示 虽然会花一些时间 但为了能做出更好的活动中心 他也会努力争取 记者五股采访报道